铜线和铝线这样子接 就算你把这个接头拧得很牢固 也完全没有作用啊 要不了多长时间 这个铜铝接头这个地方 就会发热烧坏 我们搞电工的都知道 铜铝线年近接一起 这样子是错误的 那么碰到铜铝线 我们条件不具备 想要把它接一起怎么办 今天教给大家一个 不花钱的解决方法 我们很多的老电工 都是这样子来干的 这个是铝线 我们先把它剥开一小段 之后我们在这个位置 给它做一个小拉环 像这种效果 我们慢慢的给它 做一个圆环 这个圆环做出来了之后 我们先放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铝线 它比较软 那么铜线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把它拨出来 这种方法 不用花钱 回头 在视频的末端 再告诉大家 几个我们维修电工 更加专业的方法 我们像这样子 把它剪一段 之后把它 像这样子 给它弯一个圈 看这个圈也弯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找一个小螺丝 我们就用这颗螺丝 把铜铝线连接在一起 我们首先在这个上面 剩一个电线 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顺时针 如果是逆时针 像这样子装的话 它越拧越松啊 这个钩一定要是顺时针的 之后再加一个电线 这个也是顺时针的 同样的 再加一个电线 像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螺丝 螺母给它上紧 这个才是 我们老电工常用的一个方法 我们把这个接头 给它拧紧就可以了 是不是 这种方法不用花钱 而且是我们 每个电工的技能啊 那么下面给大家来看一下 还有更专业的 像这种铜铝接头 通过螺丝 这个是铝管 这个是铜头 这样子来连接在一起的 还有这种 这一端是铜的 这一端是铝的 还有这种 把铝的通过这个夹片 转变成铜的 每一个方法都很专业 只不过这个方法 用的最多呀 把它拧紧就可以了 简单又实用 等下大家的收看 哈 感谢观看